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伦多华人社团学生集会 支持护港爱国 晚上好 欢迎收看8月1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五角大楼19号证实 美军上周末在加州试射了一枚中程巡航导弹 并且准备击中目标 五角大楼将把此次试射的数据 作为美军发展中程导弹能力的参考 美国五角大楼19号发表声明称 美军18号在加州圣尼古拉斯岛发射了一枚 常规配置的陆基巡航导弹 射程超过500公里并精准击中目标 目前美军正在对测试数据进行评估 并对未来美军发展中程导弹的能力提供参考 这是美国政府在8月2号宣布退出美国与俄罗斯在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后 美国首次试射被条约禁止的导弹 根据中导条约规定 美国与俄罗斯不得拥有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的核导弹 以及常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 美国官员多次公开指责俄罗斯违反条约 试射条约禁止的巡航导弹 在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的第二天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 他希望在几个月内把中导条约禁止的导弹部署在亚洲 但是五角大楼曾经估计 射程在1000公里的低空飞行巡航导弹 可能在18个月以内完成部署 射程在3000到4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部署 则可能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 而美国在亚太的盟友 对于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反应并不积极 澳大利亚民确表示 不会成为美国的导弹基地 而韩国军方称 并没有就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 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 凤凰卫视王宾如 王天义 华盛顿报道 另外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之际 美国媒体19号报道称 特朗普政府决定把针对朝鲜发布的 旅行禁令延长一年 美方认为美国公民复巢 仍然存在被逮捕和长期拘留的严重风险 美联社19号报道指出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布通知 将把对朝旅行禁令延长一年 到2020年8月31号 除非禁令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撤销 这份禁止美国公民前往朝鲜的旅行禁令 是在被朝鲜监禁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去世后 由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9月颁布 2018年更新 美国国务院在文件中指出 美方认为美国公民前往朝鲜 仍然存在被逮捕和长期拘留的严重风险 不过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人员以及记者 仍然可以获得特别许可前往朝鲜 目前美国对朝鲜的旅行警示级别仍然为第四级最高级别 禁止美国公民前往朝鲜 禁令还指出 美国与朝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政府无法向在朝鲜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 瑞典作为美国在朝鲜的另一代办国 只能够提供有限的紧急服务 另外 鉴于朝鲜境内和周边的民用航空运作存在风险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发布了航空通告和特殊联邦航空条例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另外 为了进驻美中建交40周年 一台名为欧哥和朋友们的音乐会 17号晚间在旧金山湾区举行 这台晚会由湖南联谊会 和谐之声艺术团 以及山东总商会联合主办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东华到场观看 他表示在中美关系的困难时候 举办这场晚会更有意义 中美关系未来发展 要想发展好 就需要双方做出共同的努力 实际上今天的晚会 就是为促进中美关系 进一步向下发展 为了拉近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一场很好的活动 演出在You Raise Me Up的合唱声中拉开帷幕 独唱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歌剧《费加罗婚礼选段》《求爱神给我安慰》 京剧《梨花送》《尼蒙小调》 美中艺术家《歌唱爱好者》表演了20多个节目 非常努力日夜兼程 那个一个月做成通常就六个月 这是一个月做成了 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很不容易 我们觉得希望这个音乐会 能给我们的中美友谊能够加油 加油 从纽约应邀演出的知名歌唱家斯莫表示 音乐是两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最好桥梁 在《我爱你中国》的合唱声中 全场观众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伴随着歌声挥舞 表达心中的情感和愿望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针对多伦多港人联盟及港加联举行的集会游行 多伦多多个华人社团与留学生组织也联合起来 于上周末在多伦多老师政厅前 举行反港独支持护港爱国统一行动 集会于周六下午三点在多伦多市救市政厅外举行 港加联及多伦多港人联盟重申并强调支持五大诉求 多伦多多个华人社团与留学生组织也集合数百人来到现场 他们身批中国国旗高唱中国国歌 并高喊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坚决反对港独等口号 现场爱国情绪高涨 大家都是真正自发的支持一国两制 反对香港暴动的 到场参加活动的华人社团 包括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 加拿大黑龙江总商会等 他们纷纷表示暴力无法解决香港问题 坚决反对利用香港问题制造对立和分裂 应该是信息从一些中国留学生那里传递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都从各地方赶过来来支持这个活动 我们的就一个中国 我们不允许别人来破坏我们 集会活动于下午五点多结束 双方都理性和克制并没有冲突和混乱发生 集会者在离开前甚至带走现场的垃圾 加拿大政府联合欧盟在17日下午也发表紧急声明 表明支持一个中国尊重一国两制 凤凰卫视气节江雪东 钱力涛 多伦多报导 另外架片云集的第七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 近日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及闭幕仪式 一批风格各异艺术手法和形式多样的影片 多得五个大类的各项洪峰夜大奖 来自中国 中国香港 加拿大 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 云集在BC省本拿比市 以加拿大著名演员Michael J. Fox命名的剧场 参加第七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颁奖典礼及闭幕仪式 电影节组委会主席宋佳表示 七年来电影节规模不断扩大 影响不断提升 显示了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地位的提高 我们的变化就是从一个温哥华本土的一个活动 真正的意义上拓展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电影节 我们吸引的不仅仅是由本地华人制作的作品 不仅仅是由华人制作的作品 而且还会有一些外国人来参与 红毯仪式之后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 经过评委会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 颁奖典礼当天凌晨才从205部入围影片中 最终评选出长篇 短篇 纪录片 新锐影人 和动画片五大类的多个奖项 长篇中中国大陆新锐导演樊浩伦的作品 《我的英雄》大受好评 而中国香港著名导演高志森的《十方》 以独特的故事结构 叙事手法 夺得长篇单元中的四项大奖 中国那个电影市场很大 电影观众越来越多 更加上最近国家对那个大湾区 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电影中心 希望我们香港的经验可以影响到大湾区 去制作电影 出品电影 北美电影界也对温哥华华语电影节 给予高度重视 好莱坞著名制片人 南加州大学电影教授 Sheldon Larry担任评委会主席 多家影视作品公司 已经或正在考虑 投资中国电影制作 加拿大著名演员Simon Bailey 就接到邀请 期待第一次出演华语电影 凤凰卫视李东尼 伊鸣江 温哥华报道 一个名为远古回想 今年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的大型书画展 日前在多伦多隆重揭幕 一共展出中家两国艺术家 一百多幅与甲骨文有关的书画作品 开幕式在多伦多 Royal Thompson音乐厅举行 仪式以中国的六的茶礼做开场 由三名青少年 分别向来宾及中家两地的 艺术大师奉茶 随后他们还现场表演了甲骨书法 并吟唱经典诗作 活动主办方 加拿大大文化基金会 中国甲骨文世界文化之旅研究院 和存允堂的负责人 在开幕仪式上强调 主办这样的书画巡展 是为了推广甲骨文明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最大的意义就是让 加拿大更多的人 无论是华人 还是其他族裔的人 了解我们的文字契约 了解26个字母的契约 甲骨文明 它这个是世界的一个遗迹 然后也不仅仅是中国的 同时也是世界 包括跟加拿大文化 全息相关的一个事情 出席开幕仪式的中家两国官员 对这样一个大力推广 和弘扬中国甲骨文化的活动 表示高度赞赏 在多伦多举办这个活动 有助于促进中家两国民众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这种活动办得多 难得越办越频繁 那么也是一种两个交流的 那个文化交流的一个 很好的祈祷 开幕仪式上还举办了甲骨论坛 由中家两国的艺术大师张驰 石浦以及年轻的艺术工作者 就甲骨文明进行了演讲和达议 华人他对这个甲骨文的认知 还是初级的 所以才有这次展览 才有这个精神来推动我 把这个展览传播到世界来 这次甲骨文明书画北美巡展 多伦多是最后一战 展出的书画是中家两国艺术家 专门为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而精心创作的 凤凰卫视腾农琴 多伦多报道 好 观光观看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后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加州州立大学福勒顿分校 19日发生凶杀案 警方证实学校国籍生办公室的 退休亚裔职员被杀 此案嫌犯是一名20岁左右的亚裔男子 校警证实 19日清早在校园停车场内 发现这名教员的银色四门 英非尼利轿车停在停车场里 男子在车中身中多刀 警方认为死者和嫌犯相互认识 这起事件并不是随机袭击 死者是嫌犯的特定目标 但是作案动机仍未知 该校发布声明指出 嫌犯持有武器 不要上前与其对峙 警方呼吁任何知情民众都应该致电 714-738-8600联系富勒顿警方 美国警方周末宣布在三个不同州分别拘捕三名男子 他们都曾表示有意或威胁会发动奇迹 警方并说案件由公众提供线索 相信挫败了三起潜在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来自佛罗里达州25岁的维克斯在上周五被捕 警方表示嫌犯曾有意发动大规模枪击案 并声称要杀100个人等 警方其后采取行动 在其住所搜出一把猎枪以及400发子弹 康尼迪格州的警方拘捕一名在社交网站上声称 有兴趣发动大型枪箭的22岁男子布兰登 并在其家中搜出武器 布兰登目前被控四项非法持有大容量弹夹罪 将于下个月出庭应讯 在俄亥格州被捕的20岁男子里尔登 在社交网站发放视频 威胁会袭击一所犹太社区中心 并发表反犹太言论 白人民族主义等内容 当局并从其家中搜出大批武器 弹药以及作战装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级的短消息 华为公司当天就美国商务部 延期华为的临时通行许可证发出声明 华为表示美国延期许可证没有改变不公正对待华为的事实 华为并呼吁将公司移出实体清单 华为在声明中说 反对美国商务部将另外46家华为实体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个决定 再次证明相关决定是政治驱动的结果 与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这种做法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 不会使任何一方从中受益 美国也不会通过打压华为获得技术领先的地位 华为表示不管临时许可延期与否 公司经营受到的实体影响有限 华为会继续聚焦做好产品服务全球客户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美国周一收高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联储尽快降息100几点 美联储罗森格伦继续表示反对一步降息 但市场对他的评论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另外中国周末宣布的降低企业借贷成本的 举措也提振了美国股市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收高 投资人将焦点聚焦于 本周即将进行的全球央行年会 那么也寄希望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会利用这次会议阐述 阐述更加激进的政策立场 而在大盘方面道指方面是资格系统全天领涨 收盘上涨超3% 而同时包括加德堡 陶氏杜邦以及零售商Walgreens 都是从早盘开始领涨道指 另外对国际贸易局势比较敏感的 苹果 波音以及联合技术集团 今天也是全天表现不错 那么在尾盘当中 道指盘中持有美国运通 以及联合健康集团 是仍然维持跌势 标普白指数 今天是全天11个行业板块 是纷纷走高 能源板块全天领涨大盘 同时电讯板块以及科技板块 是涨幅居前 工业板块以及非必须消费民板块 都录得了比较强劲的涨势 科技板块更是提振纳指 全天稳定走扬 而言由气候价格 今天是收涨2.5% 黄金气候价格收跌1.2% 美元指数尾盘继续保持涨 市面涨势进一步的扩大 十年近美债收益率 徘徊在1.59%左右 另外中概股 今天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新浪以及微博 都是收到财报利好提振 股价大涨14%到15% 花米科技 也是受财报利好提振 股价大涨 同时百度在盘后发布的财报 也是成为今天市场期待的焦点 以上就是星期一美国股市情况 富豪卫视陈青伟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有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 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发起 加州男生合唱团主办的 南加华人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周年华诞 继中美建交40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 盛世华诞荣耀中华新闻发布会 近日在圣盖博士举行 会上宣布音乐会将于9月7日晚 在洛杉矶圣迪马斯大剧院精彩登场 主办方与协办方对本次音乐会进行详细说明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创会会长蔡成华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金花 加州男生合唱团团长徐柏生等出席新闻发布会 这场演唱会我们准备了大概是将近大半年时间 然后我们的各个合唱团的艺术家们都非常的富足认真 很辛苦 他们各个把9月7号演出的合唱团这些题目 现在都是进行当中 本次演出总监制总导演邵盈介绍 这次的音乐会有四大特点 包括以男生合唱团为主 纯男生二至四声部歌曲 同时邀请到四个合唱团唱混声合唱 音乐会的巨大的特点是有爱国歌曲 有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艺术歌曲 还有外国歌曲 有歌剧有永谈调 凤凰卫视前立涛洛杉矶报道 另外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 近日在圣盖博士正式宣布成立 蔡成华担任首届会长一职 社区的各界人士前来道合 首届会长蔡成华表示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200个成员社团和企业加入联合会 在美国16个主要城市和中国设立了峰会和办事处 广泛吸收美国各地理念相近的华人社团组织和企业进行联谊交流 联合会是个务实包容开放和共享性的组织 旨在通过民间的交流交往 促进中美两国更好的相互理解和包容合作 维护美国华人华侨企业和民众的利益和权利 致力于推动中美文化 教育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交流 成为中美友好的桥梁和民间使者 致力于推动华人华侨融入美国社会与多元文化 协助华人精英参政议政 致力于培养和教育华人华侨下一代热爱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成立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新的环境 新的形势下不断地来拓展我们华人 华侨在美国的生存空间和环境 改善我们联益方面的一些工作 我想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会注重在维护华人的权益 在促进中美两国的经贸文化交流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会设常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执行机构 另设秘书长 执行秘书长 副秘书长 财务长等协助执行会晤 联合会设多个专门委员会和地区分会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社团和企业均有资格申请成为其会员免收会员费 会务活动经费主要由会员捐责 联合会设荣誉会长和荣誉顾问由社团和国际著名人士担任 帮助和指导联合会发展 凤凰卫视前立涛洛杉矶报道 另一方面 近日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举行如何预防和应对街头犯罪大型安防公益讲座 邀请到了洛杉矶军第33任警长Alex Villanueva 及柔斯密市盛盖博士警察局局长安防专家TK徐现场讲解 现场吸引约300名社区居民参加讲座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乔务领事王凯仪 乔务领事何明 柔斯密市市议员老朱嘉仪 申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阿凯迪亚市市议员戴守珍出席讲座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绍文表示 近日发生多起恶性枪击事件 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对华裔居民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恐慌 在遇到这种突发的暴力事件中 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 就是举办第二届安防讲座的原因 因为在6月8号的时候 我们举行了第一期 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一次我们现场讲解了 当你碰到入室抢劫的时候 如何预防和面对 这样的话就让我们体会到 必须让老百姓 让我们的华人居民 理解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背景 在这种比较复杂的状况下 我们最重要的是华人一定要抱团取暖 一定要守望相助 用我们的力量发出我们的声音来影响主流 此次安防讲座特别邀请了 洛杉矶军第33局警长 Alex Villanova出席 并作为主讲人之一 他就职于该警署33年 所领导的洛杉矶军警署 是全美最大的警务部门 有近1800名警员和专员组成 在讲座中TK向大家讲解如何避免成为抢夺 劫持 强奸 砸车等户外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以及不幸遭遇街头犯罪时的对应措施等 凤凰卫视前立涛 洛杉矶报道 近日美国东北总商会在洛杉矶举行 北加州商会的成立典礼 出席当天典礼的有蒙特利公元市市议员林达坚 阿凯迪亚市市议员戴守珍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金河等民选官员级代表 并为新任会长颁发了贺壮 现场有超过百位各界来宾共同出席 见证了这一时刻 美国东北总商会会长陆霞在致死中介绍 美国东北总商会自2015年10月成立以来 经过会员们的积极努力 现在已经有分会和代表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墨西哥 加拿大 丹麦等国家 北加州商会的成立将有利于 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 东北的父老乡亲们 在此进行经贸 文化 教育 及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北加商会的成立将意味着 我们商会的学艺增加了新鲜的队伍 我们的团队逐渐强大 我们的人员在逐渐的发展 在随后的仪式上 美国东北总商会 北加州商会首任会长 战开机在致死中提出了 包括团结凝聚 开拓创新 引领发展 商会建设等在内的 基点对商会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 我会带领的商会会员们 把这个商会办好 做好 使大家呢 使在美国的华人 有一个归宿感 这个实际商会吧 就是一个为大家伙 为企业 举大一个平台 使各个企业和华人们 企业之间强强联合 强弱联合 互相合作 才能把企业做得更好 更大 在市场才有竞争力 当天的成立仪式 受到洛杉矶当地众多侨团的支持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荣誉主席张树九也到场祝贺 去了解美国东北总商会的成立宗旨 是促进美中经贸文化交流 在中国东北和美国南加州之间 搭起合作交流的桥梁 并为中国东北和美国东北的老乡 建立起互动的平台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 中国驻休斯顿新任总领事蔡伟 近日走访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 和华夏中文学校 并亲临总领馆在华人社区的 立民服务 现场指导工作 中国驻休斯顿新任总领事蔡伟 参观了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 华驻中心 该中心是休斯顿华人 自发成立的非盈利 非政治性社团组织 秉承服务华人社区 弘扬中华文化 凝聚侨团侨新 促进美中友好 提升华人地位的宗旨 中心成立24年来 已成为实至名归的海外华人之家 随后 蔡伟总领事又参观了 休斯顿华夏中文学校 包校长向蔡伟总领事介绍了 学校的历史 发展和现状 以提供高质量的中国语言文化 和艺术教育为宗旨 该校建立26年来 在大休斯顿地区共建6个分校 开设上百个中文班 几十个才艺班 被中国国教办授予 首批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 蔡伟总领事还亲临总领馆 在华人社区的立民服务现场指导工作 上门为老年侨胞办理建在证明 是总领馆坚持多年的特色服务 总领馆现场办公免费受礼当场领取 中国人活动中心不仅提供场地 工作人员还义务帮侨胞办证和咨询 我们今年以来做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现场办公的事情 护照放宽的一些条件 这份我们这边开通了网上支付 微信支付宝 护照办费的价格从25美元降到18美元 所以已经做了三部曲 我来了以后争取再做一些 我们一定会把外交为民的宗旨 多到十处 办手续非常方便 还方便群众很好 感谢咱们祖国 乔邦们对总领馆的这项利民举措 纷纷表达赞许和感谢 特约记者牧时 电国休斯顿报道 另外在故障新闻方面 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 中国的出口厂商 受到越来越大的关税压力 为因因此行事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积极布局 采购交流会 让国内厂商与美国大型零售商 直接对接 去除中阶环节 减少利润下滑的憧憬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品牌国际工作委员会 深圳市聚德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ysmia Inc.组织和发起的 中国品牌海外型美国展示厅 在洛杉矶长年展出 并且每年四次在阿肯色 举办采购交流会 下次展会是10月中旬 在Bentaville 将会有Walmart Target Costco等美国超商相关品牌 Buyers 前来看货洽谈 该公司的网络平台 已在今年5月开始运营 已经拥有超过3000个厂商会员 客户也能上网选货 负责人表示 中国出口的产品 产品品质优良 价格低廉 如果省去中间商的环节 会有不错的利润空间 还能节省个别厂商参加商展 寻找客户的费用和精力 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 许多国内的商家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 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 所以他们找到了我们这一个服务平台 大家都也很兴奋 能够创造他们自己各个商家的他们的利润 那我们主要进来到这边厂商 要让他们自己有一个做海外销售的渠道 4月份的采购交流会取得圆满成功 50余家的产品获得采购商关注 平台的会员在持续增加中 未来前景看好 公司将近一步拉近参展商 与美国零售buyer的距离达到双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今后您到来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